在今天的现场呢 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 衣服龙的好朋友 跟大家一起开启 探寻谢养育之旅 让我们欢迎 衣服龙品牌代言人 肖战 欢迎战战 哈喽 哈喽 要见面了 哇 今天非常的好看 非常适配我们今天的这个场景 所以我们赶紧请 战战 跟我们衣服龙所有的朋友们 打个招呼 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衣服龙品牌代言人 肖战 欢迎战战 今天真的非常的好看 那今天我们在现场 战战这身服饰呢 非常搭配我们今天的场景 让大家有这个眼前一亮的感觉 同时呢 我们今天给战战 准备了一份礼物 就在我手里 我们要送给战战一束花 这是 羊柑橘 是的 这个花呢 是我们今天精心给战战准备的礼物 然后也跟战战今天的造型 非常的匹配 嗯 怎么样 好闻吗 很香 嗯 非常有疗愈的这个感觉 有一种 清香 嗯 让人感觉很平静 坐下来 跟大家好好聊聊天吧 好不好 好 来 请坐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花树呢 其实 它是非常雅致的这个羊柑橘 嗯 它的羊柑橘的花香 其实会给大家带来很平静的感觉 很温暖的感觉 那同时它的花语呢 也非常的有意义 就是勇敢和坚韧 那同时呢 我们的羊柑橘也是 它不管在哪一种这个图壤条件底下 条件再不好 它都可以非常坚韧的成长 嗯 所以呢 它也可以长得很好 嗯 所以它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 是 而且我感觉它的味道 是非常强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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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 站站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对我们看一下我们周围的布置 嗯 什么样的感觉 感觉非常的 舒适 嗯 然后很放松 感觉被这么多的直萃给环抱着 让人觉得非常的愉悦 很有沉浸感 是 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画面 看到站站坐在这个花园当中 也是给大家一种如沐春风的 非常温暖的感觉 那其实我们伊富龙也是一个源于英伦的高端育养品牌 那所以呢 它也秉承着英伦的文化底蕴和优雅的气息 那站站在和伊富龙合作这一年当中 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伊富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底蕴的品牌 嗯 是的 伊富龙迄今已经有将近40年的品牌历史了 还打造了传奇结颜家族具有蟹养育的功效 那为大家带来了养蟹合一的高端结颜体验 所以可以说是一个传奇品牌 嗯 没错 结颜家族的产品上脸呢 感觉非常的舒服 嗯 是的 其实我从五六年前开始使用伊富龙的感觉就是一样的 它的卸妆过程其实就是一种享受 那这是因为伊富龙结颜产品选取了全球珍稀直脆 那不光卸妆非常的惬意舒适 那卸妆之后的肌肤呢也非常的柔嫩水润 所以刚刚我们送给站站的这个羊甘菊呢 它其实就是结颜家族当中的核心成分之一 啊 怪不得我在使用伊富龙的结颜霜的时候 会闻到一种很熟悉的味道 嗯 原来是羊甘菊的味道 是的 就是羊甘菊带给大家的一个非常身心愉悦的一个味道 嗯 没错 而且使用伊富龙卸妆呢确实是一个身心愉悦 而且我觉得是一个享受慢生活的一个过程 哎 是的 因为现在节奏很快 所以可以带给大家一个慢生活的体验 而且伊富龙一直在呼吁大家去追求一种乐己的生活态度 嗯 没错 也是呼吁大家要好好地爱自己 嗯 是的 一定要好好地爱自己 那其实伊富龙六个英文单词重新排序的话呢 就等于love me 啊 它是有一些玄机的 所以呢 伊富龙是希望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时刻地记得多关注自己的感受 自己的情绪 嗯 要懂得向自己来表达爱 所以刚才战战也提到了咱们伊富龙结颜家族的传奇结颜霜 那还跟大家简单地了解了我们这个核心成分羊甘菊 羊甘菊 嗯 是 那除此之外呢 伊富龙结颜家族还含有多种珍稀直萃 那接下来的时间 不如我们就跟战战一起去看一看这些直萃传奇的预养价值 来探寻一下伊富龙的卸养育的真谛 没问题 嗯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移步到伊富龙预养空间吧 好不好 来 这边有请 好的 来到了这个我们的题板面前了 就知道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些考验要交给战战了 那在这里呢 有一块道具体板 在体板上印有一些珍稀直萃的图样 而在战战的面前的桌上呢 有一些相对应这些直萃的功效词牌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考验一下战战 看看战战能不能把这些成分和功效一一对应 好 好吧 看看 看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第一个 先看哪个 先看题板的题目吧 OK好 我们看一下有这个埃及阳甘菊精油 有英国啤酒花球果精油 有兰安夜精油 有马达加斯加丁香叶精油 还有淮兰花精脆 你要先选哪一个来 那就答题 埃及阳甘菊精油 你觉得它的功效是什么 对什么功效 那我觉得应该是舒缓肌肤 舒缓肌肤 我们来看一下 请站在把它贴上去 好的 非常的果断 选择了舒缓肌肤 所以你是记忆当中它有这个功能 因为我觉得阳甘菊 就像我刚刚闻到它的味道 它就是让人觉得很放松很平静 那所以我觉得 阳甘菊精油应该也是有 舒缓肌肤的这个功效吧 它可以舒缓大家的心情 也可以舒缓肌肤 不愧是站站第一题就答对了 开门红 恭喜 站站果然非常了解伊富龙 一上来就选择非常的准 我们的埃及阳甘菊精油 作为伊富龙的传奇结盐霜的核心成分 能够舒缓肌肤 让肌肤处在一个稳定舒适的状态 而且它的气味雅致 可以舒缓和愉悦心情 那接下来 站站要选择哪一个呢 我看看 那就 马达加斯加丁香叶精油 好 马达加斯加丁香叶精油 你会选择哪一个功效 那如果是马达加斯加丁香叶精油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着效抗氧 着效抗氧 非常笃定的一个答案 回答正确 厉害了 那我们马达加斯加丁香叶精油呢 可以抗氧化 可以改善肌肤暗沉 让肌肤有光泽 而且它还非常的清新 让人感觉有活力 没错 再次的恭喜站站又答对一题 那接下来 还有三道题 你要选择哪一道题 那就中间这个吧 蓝安叶精油 蓝安叶精油 我们看一下 蓝安叶精油 你会选择哪一个功效 应该是加成吸收 加成吸收 我们放上来看一下 所以蓝安叶精油 站站选择的答案是 加成吸收 恭喜站站再次答对 那我们的蓝安叶精油 着效的透皮渗透力 能够加成后续产品的吸收 这个就是正确答案了 那接下来还剩最后两个题目 英国啤酒花球果精油 环兰花精脆 对 剩下这两个 你要对应最后的两个功效 你会怎么选择 那看看 润泽保湿 给它 然后降低皮质醇 给它 好的 好 精准的居中之后 我们看一下 正确答案到底是不是这两个呢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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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给站站掌声鼓励一下 回答正确 但是我们来讲它之前 先再考站站另外一个附加题 还有附加题 有一个附加题 来加大一些难度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附加题的题目 就是在我们的题板上面 这些植物精粹当中 有哪些是使用在结盐家族当中的成分 请作答 结盐家族的成分的话 我觉得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这五种 上面四个应该都有吧 上面四个 埃及 羊甘菊精油 英国 啤酒花 球果精油 蓝业精油 马达加斯加丁香业精油 所以你觉得这四个都是 架在我们的结盐家族当中 回答正确 哇 这个附加题也没有难到我们的代言人 那我们最后的这个怀兰花精粹 虽然没有添加在我们的结盐家族当中 但是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我们的植萃精华 所以站站真的非常了解我们的结盐家族的产品 那啤酒花 球果精油 它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的肌肤来保持这个水润 可以让肌肤非常的柔软 然后富有弹性 所以我们这个润泽保湿就选对了 听起来非常非常的厉害 对 以上的环节要恭喜站站全诺大队 那刚刚我们跟站站一起了解到了这些植物精粹 那除了有很好的预养效果 能够呵护肌肤之外 伊夫龙的结盐家族还具备卓越的卸妆能力 那接下来我们也体验一下伊夫龙的传奇结盐产品吧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就来跟站站一起来学一学 怎么完成一次卸养育的完美结盐 那话不多说 我们就请来自伊夫龙的品牌资深培训顾问曹老师上场 欢迎曹老师 老师好 主持人好 站站好 老师好 来 我们也请老师跟我们所有伊夫龙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伊夫龙品牌资深培训顾问曹老师 欢迎曹老师 那刚刚我们也说到了 想跟站站一起来学习一下 怎样才能完成一次完美的结盐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请曹老师来手把手地教我们 好不好 好 没问题啊 嗯 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配合您呢 好 今天的话呢 其实我想邀请主持来成为我的卸妆模特 卸脸吗 卸手褲 我会在您的手背上 为大家来展示我们的卸妆方法 没问题 我早就准备好了 我刚刚已经在这个环节间隙呢 火速地提前给我的手背 涂了一些日常较难卸除的彩妆 这个难度不知道对于老师来说 会不会是一个考验的 没问题 相信我 好 那在卸妆之前的话呢 其实我想用到的是我们这个水分测试仪 首先来检测一下 化过彩妆的肌肤它的一个水润度 然后在我们卸完妆之后的话呢 还会再用我们的一个水分测试仪 再测试一下 看看有什么变化 我们就喜欢这种before after的区域 好的 主持来 好 要给我把麦吗 好 检测一下 看一下我手上现在的水润度是多少 看不懂 32.5 32.5 好 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个数字 一会儿来对比一下 很干燥 我的手这么拔干吗 所以我们正常这个数值好像是在100左右 是比较滋润的 所以老师接下来的我右手交给你了 好的 所以大家要记住这个数字了 好的 那我们说养成好的肌肤的话呢 卸妆是基础了 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们会用到的是衣服龙的传奇结霜 搭配我们的马自立棉布来做结颜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来卸除彩妆 静涉毛孔 润氧肌肤 所以接下来我们开始吧 好 我们一起来见证奇迹 好的 需要做的是什么呢 老师 首先的话呢我们要保持干燥的双手 对 然后请湛湛来帮我来从罐中挖取一个硬币大小的钢区 一个硬币大小的钢区 这样够吗 可以了 好 谢谢湛湛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的我们衣服龙的小伙伴 应该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我们这个卸妆的控制是什么 这个顺序到底是什么样呢 对 因为有些人他会比较困惑 比如说我们是先用衣服龙的这个结颜产品先来卸妆 还是说先拿热毛巾先敷脸 这好像有些人不太了解 是吗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请曹老师给大家揭晓一下 好的 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会再掌心 用掌心的温度来打去按摩 然后它融合掉 哦 掌心 对 轻轻的按摩打圈 哇 它一接触到掌心之后立马就化开了 是的 这是我们的传奇截眼霜很重要的一个优势 通过掌心温热打圈的话呢 它就可以融化成精油的质地了 好 现在我要在主持人的手背上来涂抹我们的膏体 好的 然后的话呢用指腹 均匀的打去按摩 好 所以我们第一步是先直接就这样上手 干揉 干手干揉 对 上脸之后开始再用指腹来揉搓 然后打圈 它融解得很快 嗯 然后的话呢平时我们可以在额头啊鼻翼啊 还有下巴这些需要着重清洁的地方 可以按摩得久一些 嗯 所以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静彻肌肤 是的 嗯 所以曹老师我们上脸的时间 这个按摩的时间大概要多长 是比较合适的呢 嗯 差不多是30秒左右 30秒左右 根据你的一个妆容 也来决定时间的一个长度 哦 如果今天是像这样的彩妆 就可能要按摩的时间稍微长一些 对 嗯 当然同时平时的话呢 你也可以帮它做一个日常的一个按摩膏来使用 嗯嗯 嗯 那其实很快 是的 其实都超过30秒 我还以为我是那种慢的那 我以为我是快的那一关 没有想到 结果 好 30秒就可以了 30秒就可以了 对 然后还可以很好的改善黑头啊白头粉刺这样子 对 刚才我们跟站在聊的时候 站就说 用完之后它是很好的 嗯 不太会长闭口 对 这个我觉得是很好 这个我很喜欢 是的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来卸出我们的一个卸妆膏 然后的话呢 看看它的一个卸妆的一个功效了 嗯 基本上已经 已经融开了 嗯嗯 好 它已经化开了 是 用到的是我们的一个马自立面布 嗯 好 平时的话呢也可以通过三热一冷的方式来精心清洁的 三热一冷 是的 那三热 三热的话呢就是热敷 首先是热敷 然后通过热敷的话呢 您看 有点温温热热的感觉 可以很好的来打开毛枯析 先热敷 是的 可以很好的来做到一个清洁和卸出彩妆 哦 好 然后的话呢我们可以再来卸出一遍 好 热敷三次 打开毛口 是的 把彩妆都给卸干净 是的这样会感觉也是蛮放松的嘛 嗯 好 一冷的话呢就是通过那个冷敷 能够很好的来收敛毛孔 哦 所以最后这一步是要冷敷来收敛毛孔 是的 哇这很科学的一个方法 嗯 站站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 很跟而且感觉很很水润 哎是的很水润很有光泽 看一下两个手 哎真的 看一下两只手 感觉你这边像是涂了护手霜一样 对嗯好 所以我们接下来再用我们的水分测试仪 来测试一下肌肤的水润度 水润度 好 见证奇迹的水温道 见证奇迹用了伊芙龙解研产品之后 一百一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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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刚才是三三十二点五 三十二点五 三十二点五 现在是一百一十五 很厉害 三有多少倍三倍多 嗯 这个水润保湿的能力真的太强了 哇 点赞点赞 掌声鼓励一下 太神奇了 真的我们伊芙龙的这个解研霜呢 不光是做到了有效的静涩 还能保证肌肤的水润保湿 那同时卸妆的过程也是非常的愉悦 真正的是做到了卸养育 非常的厉害 是没错 因为有时候呢我工作之后呢也会用它卸妆 就感觉舒缓了一天的疲惫感 所以卸妆真的非常的重要 大家平时呢也要好好卸妆 在疲惫的生活中也要记得好好爱自己 是的 一定要好好地爱自己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平时一定要做好这个卸妆的工作 那在清洁的同时呢也可以在家享受一个精致悦脊的喝宠食客 是的 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要再次的感谢曹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养蟹的教学 那给我们带来了满满的干货 再次的谢谢曹老师 好 谢谢主持人 我们先休息一下 谢谢老师 谢谢您 谢谢您 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哇 太神奇了 所以呢我们除了要好好地卸妆之外 大家也可以用一些比较特别的形式来点缀自己的生活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站站跟我一起来体验一下花卉杯好不好 嗯 那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在我们面前呢就是制作花卉杯的这个花材了非常的丰富哈 所以接下来呢站站可以来任意的挑选跟搭配组合加入到这个前面的花卉杯当中好不好 好 接下来又是动手的时刻了 所以你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搭配 那我觉得我觉得先加一些羊甘菊吧 我非常喜欢它的味道 闻起来非常的舒心对放松 非常的放松 刚才我们在这个卸养育的整个卸妆的过程当中啊 都能闻到羊甘菊的这个非常疗愈的气息 嗯很可爱 是挺可爱 对很卡通的感觉那接下来接下来可以加一些 接下来可以加一些 用几个个子高一点的吧 个子高一点的 安夜 嗯 好的 我觉得 就是每一次跟站站在做这个很多手工互动的过程当中就能发现站站的体现站站的这个美伤的时刻 好 哎好看的 这个搭配 有一种奇特 有一种给羊甘菊打伞的感觉 然后薰衣草 薰衣草 哎 是好看的 所以站站平时 嗯 工作完或者是那个回到家 嗯 的时候你的整个这个卸妆的 流程是什么样子 可以跟大家介意一下 就是 会用 衣服龙的 结颜霜 然后去卸妆 然后其实步骤的话跟刚刚老师教的是差不多的 嗯 但是我呢习惯卸完妆以后 我会健身 所以我卸完妆之后我 不会涂任何的东西在脸上 但是用了衣服龙的结颜霜之后呢 会感觉整个脸非常的滋润 也不用涂其他的东西了也不会觉得干 哦 所以直接卸完妆之后就去健身 没错 所以 我觉得站站也是属于那种 不能让自己的皮肤闷太久的 我比较喜欢清爽 平时也是会 比如说 给生活增添一些这个仪式感或者幸福感的 会不会去买一些花放在家里什么之类 啊会 也会啊 有时候会 所以你有没有比较偏好的花 比如说像蓝叶我刚刚看到我就哦 原来原来他的名字叫蓝叶对 经常你会发现他在那个 花的搭配里面 嗯 然后还有什么呢我看看还有 这边有迷迭香有丁香香 玫瑰桃花 还有这个啤酒花秋葱 再放一点 真的很爱羊柑 他的味道 其实扑面而来可以闻到他那个清香 温暖治愈的感觉 嗯哼 所以上次活动的时候 正在也说就学会自行车之后 经常最近想要去骑行 所以我觉得以后骑行的过程当中 就可以增加一个去买花的过程 嗯不错 可以让生活充满这个幸福感仪式感 然后把它放进去把它放到这个花卉杯里 哎这样已经很好看了 但是觉得有点空空的对不对 哎 所以在下面可以垫一点 丁香 丁香 嗯 可以铺一些 丁香再点进 哎非常讲求 画面的好看啊下面一定要 用丁香来稍微盖一下 他的花泥也会好看很多 哦还可以有一些 桃花 桃花 这个 让他的颜色可以丰富一点 对今天这个颜色跟站站衣服的颜色也很像 哈哈 下面再加一点不一样的感觉 啤酒花球果 哎站站在加这个啤酒花球果 哎他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像 倒挂的松果 点缀在里面也是非常的可爱 之前有过这种插花的经历 从来没有 所以今天是第一次 第一次 感受如何 其实我觉得还挺难的 还挺难的吗 是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给自己制造幸福感的一个过程 其实我说没事在家 是一个很治愈的一个过程 对很疗愈的一个过程 而且你做完之后把它放在家里的任何角落 看起来都非常的 小心悦目 而且闻起来也很舒服 有一种 大厨摆盘的感觉 哈哈哈 你看他会把那个 母橘 给摘下来 然后放到底部让他来点缀一下 整个构图的画面会更加的好看 是 反正这个没有什么张法 就有什么放什么 但是很好看 从战战刚才做这个花卉杯的过程 能够看得出来 他是先放这个比较长点的 等等 对最后我们放这个点缀的好看 哇 我们的花卉杯就制作好了 这个 花卉杯其实非常的美观 而且也很实用 平时摆在家当中呢 就像刚才说的非常的赏心悦目 然后简简单单 享受生活当中的这个美好 自己给自己制造一些幸福感 对不对 嗯哼 没错 而且呢我觉得照顾好自己的情绪 和照顾好自己的皮肤 一样重要 没有错 所以就像依福龙一直倡导的 Love me 爱自己 享受从容月己的这个生活态度 是非常重要的 那今天和战战一起探寻了 依福龙的谢养育之旅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请战战跟我一起回到我们旅程的起点 好不好 嗯 来 这边有请 好 请战战回到我们旅程的起点 那通过今天的体验呢 我发现其实卸妆和月己都很重要 那卸妆产品和手法之中呢 也是大有门道 确实是学到了很多的干货 那不知不觉今天的活动呢 又接近了尾声 那在活动的最后 战战有没有什么祝福和寄语 要送给依福龙的朋友们呢 嗯 那就祝大家都能好好爱肌肤 好好爱自己 即使生活繁忙 也要记得从容月己 嗯 一定要好好地听战战的话 那要再次感谢战战的祝福 那也要感谢今天战战的陪伴 希望战战未来也可以一直以坚定从容之词前行 绽放光彩 再次感谢战战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